没问题 没问题 而且我就在想 千万不能让对方看出来 一定要咬住吧 这也是一种战术 对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今天的精彩水剑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看小片 有没看过吗 有没有我脚踩了 哇 漂亮 对 漂亮 这叫云南他们真正好 这个 非常精彩 天青哭了 我先哭他后哭 我前面还挺开心的 我前面哭了 我没看见 后面突破人家里哭了 我都有点不适应 国歌声再次响起来了 对 是一种荣耀感 对 感觉特别荣耀吧 而且今天在 那个温布里体育场 来了很多中国的球迷 然后我们进场的时候 有很多面中国的国旗 一下子就感觉到 是一种动力吧 对 这种荣誉感 一下子被吊动起来 对 昨天已经听过国歌声了 是的 昨天的比赛对今天的比赛 体力方面有消耗吗 今天试得下吗 其实 如果肩相来说 还是有一定的影响 我其实也是在 前面的训练 包括比赛的 也是一直在进行尝试 也进行调整吧 多少都会有影响 但是今天上场之前 我觉得我还是把自己的 所有的精神状态 然后全力以赴的 去调动起来了吧 昨天是混双冠军 对今天来说是一种压力 会不会 还是说是一种催促力 是哪一种站得多一些 我觉得是 让我今天再站在 那个决赛场地上 更加自信吧 更自信 对 就对今天来说 是一种动力了 其实今天我们也知道 女双是第五次了 再次拿到冠军 是第五次的这个担子 压在你们的肩上了 今天上场之前 有没有觉得压力很大 会觉得吧 田青呢 有没有觉得压力大 压力挺大的 其实 挺大的 对 但是比赛的时候 不太会去想一些 其他的东西吧 就专注在球里面 这样可以减少一些压力吧 就是把那个专注的精神 都放在比赛上面 看羽毛球 真是你们的好朋友 是不是 热爱他的时候 带给你们快乐 有压力的时候 帮你们释放压力 减少压力 其实我知道你们两个搭档 其实时间并不长 一年吗 不到两年的时间 不到两年 对 这当中彼此的磨合方面 有没有摩擦 有没有什么有趣的小故事 有 一定有 其实 我觉得 一路走过来 第一次参加比赛就是 广州亚运会嘛 然后之后 因为一开始就取得了 比较好的成绩 然后可能大家对我们俩的期望 都比较高 然后在今后的训练之中呢 也会有一些 就是发挥不稳定啊 或者在比赛中有起伏啊 其实 我跟同伴一路走来 还是遇到了很多困难吧 我觉得还是挺不容易的 一路是过关 斩将 走到今天 非常的不容易的 我知道其实 田径在之前的这个比赛当中 也是状态表现的 也是 不错 这一路走过来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这次比赛的赛程 拉的时间比较长嘛 对心里是一种煎熬 对 然后我就感觉 不像平时的公开赛 可能 而且对手比较强 然后我觉得 一直要保持这个状态 是比较难的 特别是赵云雷 他有肩混霜嘛 所以我觉得 自己要不断去调整 如果上了场 就要给同伴足够的信心嘛 因为他是两项 就是大家彼此给信心 彼此鼓劲 彼此一起来并肩作战 往前走 这种感觉是不同的 对 其实今天也要恭喜云雷 是吧 天青 双冠王 对双冠王 这是奥运史上的第一位人 对不对 对于以后会不会这样一种称谓 或者这样一种荣誉 会给你更大的压力呢 我觉得不会吧 因为其实我对这个 我觉得拿到奥运冠军 当然是开心 但是我觉得 它不会变成我的包袱吧 而且并且对于我和我的两个同伴来说 我觉得 这枚金牌就是证明我们以前的努力了 但是 放在这里来说 也是一个新的起点吧 可以让我们在以后的 可能训练或比赛中 可以真正的去享受羽毛球吧 比赛也是比完了 那接下来一段时间有什么打算 看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